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飞 那在这期视频之前呢 我已经发布了一期关于长城最新的 Hi-4混动技术的比较详细的解读视频 那在那期视频中我也提到了 我对这套系统的实际表现呢 还是非常期待的 那今天呢 这个机会就来了 我身旁这台呢 就是长城首款搭载这套混动系统的 骁龙MAX 那今天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 比较简单的场地试驾 也来回答两个问题啊 首先呢 就是这套混动系统 究竟表现如何 第二点呢 就是这台车 除了混动系统以外 在其他方面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好啊 那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 相信大家从镜头中就能看出来 它是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语言的 那首先比较有特点呢 就是它使用了一个 现在很流行的这种 无边界式的隔山设计 那内部呢 是由这种 大小不等的菱形的视线组成的 同时呢 大灯的造型 也是很犀利的 那其实在官方的定义中 这是一台中型SUV 那相比起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呢 整个车身尺寸还是有挺明显的优势的 那这肯定也会带来更好的内部的空间的表现 那另外呢 整体车身侧面啊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SUV的比例啊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设计的亮点 但是整体看上去呢 也是挺舒服的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台车 它也是一个很务实的车啊 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19英寸的轮圈 同时这个轮胎的厚度啊 还是很厚的 所以对车辆的舒适性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帮助 那在车尾方面呢 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 就是之前的观温图没有很好的体现的 就是它的尾灯啊 整体造型设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但是它其实内部的灯组啊 它整个灯带呢 是有这种类似于荧光粉似的很璀璨的效果啊 所以实际点亮以后的观感 我觉得要比观图中看上去要好上不少 那另外呢 就是它的底部虽然是一个隐藏的排气啊 但其实它的整个装饰的造型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也进一步增加了视觉上的层次感 那这台车整体的设计啊 我觉得虽然说不上特别的初挑啊 但是其实对于最广大的这种普通用户来讲 我觉得它整体展现出来的这种精致度也绝对是在线的 接受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当然我们再顺便看一下这台车的尾箱的空间啊 那首先呢 就是它的整个开口的高度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啊 而且直观上看上去 它的整个尾部的尾箱的装载空间也是一个很主流的表现 包括它的后排座椅也是支持四楼比例放倒的 所以实用性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车内看看 我觉得这台车的车内设计啊 其实是有更大的亮点的 那来到车内呢 相信大家第一眼看到了啊 就是这三块12.3英寸的三连屏啊 那包括说它前面也是有一个whud的 所以现在主流的这个智能化的表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首先就是这块副驾驶的娱乐屏啊 我看了一下 它像这种常用的酷音乐腾讯视频这种娱乐功能都是有的 而且它也是支持单独连接这个蓝牙耳机的 可以和这个主驾驶听这个地图的播报互不干扰的 而这个中控屏呢 它的整体UI设计 包括操作逻辑 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佛这个车机的这么一个表现啊 不过它的这个整体操作流畅度 我觉得是有一定提升的啊 现在操作起来也是一个很主流的表现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这台车它的语音控制 真的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使用体验上的提升啊 首先呢 就是它会拥有现在非常主流的这些语音控制功能 比如说这个连续语音 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你好哈佛 你说 打开车窗 打开天窗 它是可以同时执行多个指令的 而且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啊 它的整个反应速度 包括执行速度 都是非常快的 那同时呢 它也是可以实现现在很主流的这个可见即可说的功能啊 你好哈佛 我来了 车外 主驾驶解锁 可以看到 它其实 之前也说了很多次啊 就是这种功能对于行车过程中 对于车机的操控 我觉得对于安全性 包括方面程度的提升也是挺明显的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说它可以增加一个免唤醒功能啊 就是直接你说出指令 它就可以操作 应该会更加的方便 那整体来看呢 我觉得这台车在智能化方面的表现啊 可能它还是缺少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功能 但是对于大家非常常用的这些功能的表现 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水平了 然后呢 就是后排空间了 那对于这种定位的车型来讲呢 使用性肯定是要保证的 那其实之前的哈佛设行 我觉得第二排的空间一向表现都很不错啊 那这台车拥有2米8的轴距 自然更是不用担心的 那我的身高呢 是1米75左右 前排已经调整好我正常的驾驶坐姿了 那我的腿部空间呢 是一个明显超过三拳的水平啊 头部空间呢 也是一个明显超过一拳的水平 所以整体的感觉是非常宽敞的 另外呢 就是这台车 它整个座椅也是非常舒服的啊 首先就是它的坐垫 其实整个填充是很柔软的 坐上去是有那种陷下去的感觉的 那包括说它的整个前部会有一定的上翘 因为它的这个空间足够宽敞嘛 其实你一个比较舒展的姿势 它也是可以提供很好的乘托的 然后呢 就是它的整个靠背是支持两个角度的调节的 现在我这边的座椅是调到一个最斜的状态上 其实整体乘坐的这种舒适性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第二排的乘坐舒适性的表现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体验一下 这台车非常重要的动力系统了 那SALO MAX呢 是首款搭摆了全新Hi-4混动系统的车型 那在之前的视频中啊 我也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套系统的特点 我觉得官方的宣传话术啊 能很好地概括这套系统的优势啊 就是两驱的价格 四驱的体验 两驱的油耗 那它标配了前后双电机 并且将常见的P1电机与前桥驱动电机呢 融合为了一台电机 那在有效控制成本的同时呢 将四驱普及了 官方的一些参数呢 这台车的零百加速时间是6.8秒 NEDC的纯电巡航里程有105公里 WLTC的百公里亏电油耗是5.5升 而且它还支持33千瓦的快充 以及3.3千瓦的堆埃放电 当然啊 这些都是理论的一方面 实际的体验当然是更重要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场地体验一下吧 好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这台车进行一个场地的体验啊 那这个场地是包含像零百加速啊 包括一系列的这种湿滑路面啊 斯拉隆啊 这些比较综合的科目 然后我们首先来体验一下这个零百加速啊 那这台车官方给它的这个零百加速时间是6.8秒 而且它是带有弹射这个启动模式的 那现在我们已经把各项的这个系统都已经调到这个状态 我们就直接开始起步啊 好 整个起步这一下还是很有那种电车的感觉啊 那整体加速的过程我觉得是很顺滑的啊 整个速度很轻松的起来了 整个动力我觉得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对于绝大部分这种场景 由于它这种本身电机的特性响应也快 所以动力储备 我觉得这台车绝对是一个很主流的水平 完全不用担心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是进行一个阶梯路啊 它是由一级一级的这种台阶组成的 然后每级都会更高一些 来看看它的整个这种攀爬的能力啊 首先是最低的这个 非常的轻松啊 稍微轻点油面就可以上去了 然后我们来第二个台阶 我们现在前轮是卡住的状态 然后也是油门差不多过半吧 就很轻松的可以上 然后第三级台阶也是稍微给一点油门啊 就非常轻松的上 好 那我们就过了这个阶梯路面 整体还是非常轻松啊 毕竟前后双电机的这种动力储备 而且电机的扭矩释放也非常的足 所以攀爬能力没有问题啊 接下来是一个沙地路啊 我现在把车开上沙地以后 我把车停下来 然后看它在起步的时候 比如整个这个ITAC这个扭矩 实量控制系统 它是这个对于扭矩的分配 包括稳定性如何 那我直接给油啊 非常轻松 可以说基本就没有打滑的状态 在这种非常滑的沙地啊 它就可以很轻松的起来 所以面对一些烂路 我觉得这台车 其实整体这种稳定性和突分能力也是很不错的啊 那接下来是一个啊 迷路测试 然后再加上一个绕装啊 我们直接以一个70的速度 我们现在叫70 一个70的速度扩 看它的整体这个啊 稳定性如何 测轻肯定是有的啊 但是其实很稳啊 整个雄心性很不错 而且整个线滑系统的接入也是很顺滑的 包括这个一个简单的绕装啊 就是它是有侧倾的 但是到一定程度 它可以很稳定的把车身撑住 整体给人那种循迹性稳定性 我觉得是很有这种信心的 最后呢是一个洒了水的湿滑路面 我把车也是开到上面以后 我把车停下来 来看看它起步的时候 能不能对于这个扭矩有一个很好的控制 那我直接起步 基本上是没有打滑的啊 就是说明它的整个电控逻辑 对于起步的时候的整个电机的扭矩输出 控制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可以很好地把这个车带动起来的同时 也不会浪费动力去打滑 那整体下来 我觉得这台车的这个 包括它的机械素质 包括说它的整个这个电控系统 它的动力 我觉得表现都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目前来讲是让我很满意的 那接下来一个科目呢 我们是一个爬坡的体验 那现在我已经把驾驶模式 调整到了四驱模式 刚才我已经简单体验过了 30%和40%这个坡道 我们只有直接上50%这个坡道 来看它整体的这种攀爬能力如何 那我们并不是去冲坡 我现在把速度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下 然后看它整体的动力输出如何 那其实这个50%的坡 体感开上去以后还是挺刺激的 那我现在基本上是半油门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车就很轻松的上去了 那由于它其实是在这个后桥搭载了一个 比较大功率的电机 那其实对于这种爬坡整个重心后移的状态呢 是有一个更好的帮助的 那我觉得这台车以它本身的这个动力储备 加上它的这个动力的布局方式 然后再加上它的电控逻辑 那其实哪怕你遇到一些像穿越的场景 爬一些坡度比较大的坡 也是能非常这个轻松和自主的应对的 好啊 那其实我们今天还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道路试驾体验 但是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基本的感受啊 那首先呢就是我觉得这台车整体的调校风格 还是明显偏向于家用的这种取向来 以这个舒服顺滑为主 那首先说这套动力系统啊 那之前我是说过就是因为这这套系统 它的尤其前电机嘛 它身兼多值 那不同工况这种切换 会不会有这种不顺滑的现象 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 确实没有啊 都是非常平顺的啊 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无感的 而且整体的这个动力的风格 也是那种很顺很平滑的 整体这个油门初段呢 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柔和啊 踩起来它一方面是有电机那种比较快 然后比较顺滑的响应的 另一方面呢又不会有那种突破的 说把你推出去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日常驾驶起来 目前来感觉啊 它的动力是非常友好 同时呢也是给人信心很强的 另外呢就是这台车它整个底盘 包括隔音方面啊 我觉得相比起之前的哈佛车型 它的提升也是挺明显的 绿震明显是变得更韧更有厚重感的 包括说整体车内对于外部这个噪音的隔绝呢 我觉得也是做的比之前更好了的 所以整体在质感方面啊 我觉得提升还是给人有一定惊喜的 最后呢就是这台车 它也搭载了像L2级别的驾驶辅助啊 包括一系列的主动安全啊 还有这个自动驳车等等的功能啊 当然这些功能具体表现如何 我觉得还是要等待之后 比较详细的这种程式道路试驾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目前来看啊 这台车它的整个机械的素质表现呢 还是让人挺满意的 那具体说这台车它到底这个混动系统省不省油 包括说一些细节的驾驶感受呢 那就等待之后的开放道路试驾 我们再详细分享吧 好啊那我觉得其实国内的用户啊 对于像骁龙Max这样的插混车型的揭手程度 包括揭手速度啊 真的是远超很多人的想象的 那也正是因为有着更好的动力体验 包括更强的燃油经济性呢 这种车型啊也在快速的蚕食传统的燃油车市场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呢 所以各大车企其实也是在加快这种新能源的转型的 那针对这台车呢 我觉得首先它搭载的这套Hi-Ford混动系统 无论说是技术的先进程度 包括实际的体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可以发现啊 其实这台车它在智能化 包括说机械素质方面的表现呢 相比之前的哈佛车型 我觉得进步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竞争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啊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用户 会关心它的这个燃油经济性的表现 那我觉得是有待我们未来开放道路试驾 去好好体验一下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这台车的具体售价还是没有公布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的售价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的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聚光电厂赛博车库 关注栏目了解更多新能源资讯